通勤族的福音 北捷共享雨伞Rango8月底上 路收费标准租借流程 懒人包一次公开 下大雨不用再担心初步了捷运站了 台北捷运与Rango合作将 在8月底推出共享雨伞以后 在每个捷运站出口 刷卡处都可以便宜借到雨伞 租伞还伞都透过APP超方便 还可以AD租BD还 租借费用每小时只要19元 单日最高也才39元 自此之后就不用再回家 凌晨落汤机了 今天K编就帮大家整理了 共享雨伞懒人包 快来看看要怎么租借吧 Rango共享雨伞哪里租 共享雨伞Rango与台北捷运合作 将在台北捷运全系统的 117个站别都设置智慧伞庄 自8月开始搭建 预计将在8月底完成共266座智慧伞庄 未来旅客都可以透过智慧伞庄 便宜的租借到雨伞 并且可以在AD租借BD还 解决临时需要用到伞的需求 不必在凌晨落汤机 完全就是捷运族的一大福音呀 Rango共享雨伞收费标准 Rango共享雨伞收费标准大公开 每次租借雨伞第一个小时将收费19元 第二个小时29元 以此类推 但最高单日上限只会累积39元 代表租借雨伞单日至24小时内都只收39元 超过一天后接着将会再以日计算 每多一日增加20元 最多只能租借14天 一旦超过14天就等于于时未还 除了租借费用的299元 还必须加上未还费用500元 共799元等于是直接买断这只雨伞 除此之外 Rango还支援多方付款方式 不过初期阶段只有跟Apple Pay Line Pay以及信用卡三方合作服务 根据官网的消息指出 后期应该会陆续增加其他付款方式 Rango共享雨伞租借流程 租借方法就跟目前的租借行动充电站一样简单 首先先下载Rango官方App认证身份注册之后 接着手机绑定付款方式 透过App可以找到共享雨伞租借处 还可以看到剩余的雨伞数量 在走到你想租借的智慧伞庄前 透过App操作 点击扫描 接着扫描捷运智慧伞庄上的QR Code 确认付款想使用的优惠券 指示音响起后就可以租借到雨伞了 另外注意智慧伞庄是以右边取伞 左边海伞当指示音响起后 将雨伞推入智慧伞庄的左侧指示音响第二次 代表成功归还雨伞 RangoApp也会通知归还成功优 Rango共享雨伞弄丢怎么办 那问题来了 竟然是租借的 那万一有一天弄丢了怎么办 这时候就可以立即联系客服 停止计算租借 费用会收取到你停止租借的那一刻 接着厂商就会有你 App绑定的支付方式 从内额外扣款500元 等同于买断了这支伞 因此别因为是租借就不爱惜搞丢了 那可是非常伤荷包的呀 以上就是共享雨伞的相关介绍 8月底上线之后 各位通勤组可要好好利用啊 以后出捷运 不用再当只落汤鸡了